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安参加相识不敌 心中郁闷 便在声称多留了些日子 不想花光了银子 又无处借贷 只得点当了文房四宝 换些散碎银子坐路费回家去 许安一路风餐露宿 节意缩食 走了半个月才走了一半的路程 天气渐冷 许安一山单薄 受了风寒 体力不济 行路更加艰难 这天 许安途经山中 天色渐满 饥寒叫驾 好不容易看到一户人家 亮呛着走过去 刚要敲门 一阵眩晕竟昏死过去 许安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只见一位老夫人端着一碗汤药正在围自己 旁边还站着一位年轻的女子 许安挣扎着想要起来 老夫人好言说道 公子莫动 好生歇息吧 待会吃些饭菜 歇息一晚 明日便会见好了 许安千万谢 感激涕零 第二天 许安果然感觉身体大好 再次谢过老夫人打算告辞 老夫人挽留她再将养谢时日 待身体完全恢复了再走 免得路上病情反复 许安不胜感激 聊起家常 许安得知 老夫人早年丧夫 与女儿相依为命 女儿春宴年方十八 尚未婚配 许安见春宴面容娇好 性情温润 不由得心生爱慕 春宴也对许安情有独钟 两人暗生情愫 老夫人见几日来许安与春宴如交四期 行影不离 便答应将春宴许配许安 许安喜情余色 再三承诺 带她回去 禀明父母 一定会来将春宴名门正取 春宴家的后院住着几只雪白的狐狸 老夫人讲说 这些狐狸是家子 已经在他们家里住了几十年了 春宴母女居住深山 姑女寡母 有这些狐狸为伴 少了很多寂寞 人胡相处十分相亲和睦 因为恋着春宴 许安在春宴家里 不知不觉静住了两个月 老夫人怕许安父母挂念 便催促她回去 禀明父母后 好 尽快来迎娶春宴 许安只好与春宴一一作别 老夫人赠送许安些银两 有了路费 许安很快回到了家里 许安将自己的经历和与春宴订婚之事 告知父母 不想父母听后却极力反对 原来许安去相识期间 本城的大户张元外托梅人前来提心 张元外的女儿张英到了初阁的年纪 张英曾在本年灯会上偶遇许安 见许安相貌俊秀 心生喜欢 便告知母亲 张元外夫妇直辞一女 十分宠爱 见女儿对许安十分重义 便托人打听许安的家事 许安虽是小户人家 但也是个读书人 弱中了功名 前途不可限量 于是托人前来提心 能攀上张元外这样的大户人家 许安父母自敢受宠若惊 连忙点头答应 并交换了婚帖 只等许安回来成婚 今见许安相识未重 虽有遗憾 三年后还可以再考 与张元外这样的大户结亲却是大事 不可错失 因此父母决然拒绝了许安与春艳的婚事 劝说许安放弃出身山野的春艳 尽快迎娶张英 经不住父母的劝解 许安虽心有不舍 权衡再三 最终答应了与张英英的婚约 一番张落和热闹 许安迎娶了张家小姐张英英 张家陪嫁颇风 洞访花烛 许安见张英英貌美君巧 又有着大户人家女子的行为气质 竟然心生庆幸 把对春艳的思念合欠就 抛在了九霄云外 一心一语音音轻轻我我 说不尽的欢喜自在 转眼过了一年 这天许安家门外来了三个人 叫开大门 要见许安 许安一见 竟是春艳母女 春艳怀中还抱着一个 几个月大的婴儿 随春艳母女一起来的 还有一个百亿青年 许安却不认得 许安一见春艳 吃了一惊 因怕因知晓她与春艳之事 急忙将春艳等人引到父母院中 原来当初许安走后 春艳才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本想等许安前来迎娶自己 眼见身子越来越重 每日里望眼欲穿 也不见许安前来 春艳母亲无奈托人打听 才知许安已经另取 本想上门质问 在春艳的要求下 只好作罢 春艳强忍心中伤痛 生下了孩子 希望许安能看在孩子的份上 认下他们母子 这才同母亲一同前来 寻找许安 许安与父母商议 权衡利弊 决于给春艳些银子 将他们打发走人 春艳伤心欲绝 跪下求许安认下他们母子 一番闹嚷惊 惊动了盈盈 盈盈气得不得了 要回去禀告父母 治许安的欺满之罪 许安急忙跪下赌咒 发誓 说春艳诬陷她 她根本不认得 春艳一干山野村妇 想敲诈她罢了 春艳母亲听许安此一番话 气得浑身发抖 只骂她一个白眼狼 当初真不该救她 见许安如此狠心 春艳也不在乡求 抱着孩子 与母亲出门许家的门 随行的青年也一脸愤怒 狠狠唾了一口许安 骂道 你不认得小爷 小爷可记得你 说完追上春艳母女 一同走了 此事虽未惊动似零 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春艳抱子 寻福之事 无儿也会有人 私下里闲话 转眼又到了秋尾时间 有了张员外的资助和打点 许安的考举之路很顺利 名次虽然比较落后 总算榜上有名 中了巨人 张员外的女婿中举 县城里的 大大小小豪身观幻 自然道贺的多了去了 许安被众人捧着 自然开心的不得了 每日里喝得最熏熏的 很晚才回家 这天 许安一个宴请 喝到黄昏才散 醉得东倒西外 被随从搀扶着 做骄子回去 走到一个僻静的小巷 突然窜出两只白色的狐狸 浑身毛色雪白 甚是漂亮 两只狐狸绕着骄子玩耍 一点都不怕人 随从看着稀罕 就让教夫停了轿子 去追待狐狸 最远朦的许安也下了叫 看着闹 两只狐狸在教夫等人的追逐下 却不跑远 绕着几个人打转 许安见状也去追待 不想一个亮枪 竟摔倒了 头正磕在路边的 一个是蹲上 随从赶忙去看时 已经弃绝身亡了 再看两只狐狸 却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此事一出 轰动一成 都道是善恶到头 终有报 许安活该如此 方剑皆传 春艳家的狐狐狸家族早已修炼成仙 那两只狐狸是替春艳报仇来了 传说归传说 有人再路过春艳家时 早已人去悟空 人和狐狸也早已了无踪影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